一連三天的黨內初選 電話民調落幕 徐俏欣再度現身 儘管聲音已經沙啞 但是神情卻相對輕鬆 顯然對自己的表現很滿意 根據我們候選人的這個公諭 我是不能透露民調的細節 可是我自己 因為我們也有派監聽員嘛 那我們大概可以聽到 四成左右的這個民調電話 那我個人對於這樣子的反饋 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不止徐俏欣本人自信滿滿 側面了解目前他的民調 預估領先沸鴻泰8%到12% 但是徐俏欣能不能出現 還有其他關鍵 按照國民黨初選辦法規定 全民調就佔了七成 而12日登場的黨員投票 則是佔了三成 最終結果要等結束之後 才會一起公布 有一百歲的榮民老伯伯來找我 然後跟我說 他支持沸委員一輩子 但他現在覺得國民黨 有改變的機會 他要支持年輕的力量 再度點名黨內對手沸鴻泰 徐俏欣為了初選 動作頻頻 另外一頭沸鴻泰 則是堅守立院戰場 質詢台上站立滿點 但是講到黨內初選 沸鴻泰相當低調 出選民調有沒有泄命之嫌 沸鴻泰拋出問號 心肺大戰雙方持續 爭鋒相對 歡迎新聞臨委是 舅子臨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